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是简单地吃了一点 还要经过两个点 两个点之后 才要到达我们 所要到达的目的地 现在北京时间为11时30分 我们所谈的地方是 冲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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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送了12年的兵 突然间送到自己了 到了自己身上 我老子的意思是想 千万别哭 千万别哭 想着想着就哭了 那时候就出来了 这里是西藏军区 玉麦边防哨典 这里的官兵们 即将执行一次巡逻任务 高兴 今天我们队四十七路搞定 四十五条巡逻 下面还在 玉麦 位于喜马拉雅山 北支南路 受到印度洋水汽的影响 气候超湿 丰富的降水 让这里分布着茂密的原始森林 当年的玉麦 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只有九户人家 唯一通向山外的路 常年被他方或者大雪阻断 而如今的玉麦 已经发展出了乡镇的规模 交通便利 人口也增长到了五十多户 对于参加巡逻的官兵来说 这是一次特殊的巡逻 在这支巡逻小队中 有三位老兵将完成 他们军力生涯的最后一次巡逻 而有三位新兵 也将在这三位老兵的带领下 开始他们的第一次巡逻 他们将自己多年来巡逻的经验 总结为四项巡逻兵必备技能 在巡逻的路上交给新兵 单位有一个老传统 在每次最后一次巡逻的时候 一对一 也就是老师官要带领一名新同志 把这趟巡逻路做完 把路途中的一些经验 跟做法交给他 也相当于是对边防工作 对他们这个军事生涯 圆满地画上一个句号吧 这次巡逻的目的地是4470高地 虽然只有四十多公里 但是一路上要经过森林 雪山沼泽各种复杂的地形 巡逻官兵们需要徒步走两天一夜 犹如穿过四季 有点大 注意脚下 来手给我 拉一下后面的 来我拉你 在这种路上行军 主要是这种边上的地方 特别是带刺的 那种带刺的要注意 它很容易伤到你的眼睛和这个脸部 巡逻队走在最前面的是老兵 董江华 身体壮实的他 一路上都担负着开路的职责 现在这个冬天嘛 只不长得慢 夏天的时候整条路都给你疯了 每次巡逻 董江华都会带领开路分队 走在巡逻队的最前面 为巡逻队找出一条最好走的路来 而最后一次巡逻 董江华却找了一条难走的岔路 在这里 他将交授新兵第一项 巡逻兵必未济难 开路 来吧 这个快到路上了 你开一点 你这个要学会这个 一开路就靠你了 我不可能天天带着你 就这个意思了 你这个开上去 身高183公分的董江华 其实并不是看起来的那样粗放 他精心选择这条岔路 就是为了在退伍之前 将自己多年总结的开路技巧 尽可能多地交给他所带的新兵 这个顺目比较的热劲 你开来是 是必须不担心 他就下不去 像这样横在巡逻路上的大树 董江华已经早就见惯了 由于巡逻官兵背着将近三十公斤的背包 不扁弯腰 为了不影响行军速度 董江华必须将其砍断 虽然每次巡逻的时候 董江华都会遇到大树挡路的情况 但从来没有哪次像今天这样这么唠叨 董董再来试试吧 可以 快换了你再试一下 这种大树挡路情况很常见 冬天和雨季特别常见 还是比较习惯 习惯这边的生活环境 而且特别是 最后一次带他们过来巡逻 感受很深 也感觉不到疼 来 我们把它抬到边上去 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自己点上 站住就把边上的挡到期间就把它砍了 来 照顾一下 前面不一会儿就马上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树营地 老师们 下把油 把车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巡逻队已经在原始森林徒步行走了一天 再往前就会进入雪山地段 由于雪山地段缺少适合宿营的地形 他们必须在这里宿营了 好 前面停 下面我们进行宿营 一组派出人员在我前方二十米苏复杂警戒 是 三组在我后方二十米苏复杂警戒 巡逻队刚刚停下脚步 天空就下起了雨加雪 战士们需要马上取暖补充能量 来自云南的老兵董江华 放下砍刀就拿起了菜刀 现在准备煮饭 先把这个饭煮起 董江华烧的一手好饭 以前巡逻的时候也会经常给战友们露两手 而今天的这顿饭他做的比任何时候都用心 老兵吴伟则忙着赶紧砍柴生火 好让大家暖和暖和 考考已经湿透了的手套 砍柴的时候小心一点 不要把自己伤了 然而天气潮湿 根本就找不到可以生活的干柴 吴伟只能快速摇动古风机来助燃 董江华和吴伟都忙得顾不上说话了 老兵田凯成了整个宿营地里最唠叨的人 要一样高 等一下上面要放一根横梁 不一样高的话 那个横梁就受力都不均匀 帐篷到时候大的话 就容易进雨 进水 不要走 老兵们都想把从部队里学到的点点滴滴 都尽可能多地交给新兵 田凯一边搭帐篷 一边教授过来帮忙的新兵 循洛兵必备技能第二项搭帐篷 那边有没有多的 好好好 那边看一下 这里的多处的泡沫 这样卷一下 这样反着卷知道吧 这样的水它就不会受到这个泡沫里进去了 来 你去那里 好吧 你去那里 哪怕是卷泡沫的方向 这种小细节 田凯都一再跟新兵们交代 这可是他这么多年来积攒的宝贵经验 今天陈凯教我的还是比较多了 这也是我军事长上了一趟要重要的课吧 可是陈凯一天停了 陈凯一天停了 陈凯一天停了 陈凯一天退伍了 陈凯一天退伍的时候 我上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堂课 现在可以住人了 我们晚上可以睡里面了 帐篷搭好 火堆升起 天色在官兵们的忙碌中 不知不觉地完全暗了下来 董江华的饭菜也出锅了 巡逻的官兵们迎来了这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今天这个饭做得很成功 来 抬到那边去打饭 有时太累了 中午吃的就是简单的吃了一点 然后现在到现在一直没吃饭 然后比较饿了 就赶紧吃什么都香 拿这个背囊真好做枕头 拿了靠在那儿 枪的话多许睡 枪不离声 有什么紧张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迅速地 把这个饭处置 野外宿营睡觉时 枪要放在哪里 这也是老兵们总结的第三项 巡逻兵必备技能 瞧上第二神兵 这个抱着去睡 瞧你不要放在边上 眼前的帐篷只有一层塑料薄膜 然而在夜间最低温度 能到零下二十度的原始森林中 巡逻官兵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这个时候 老兵们又开始为新兵们上 巡逻兵必备技能第四颗 来把这个水拉链 拉链拉紧 使得从里面拉 好 再拿上去点 要不然往上这个缝大了 再往上拉一点 好 可以 挺早喝的 睡啊 虽然条件很艰苦 但是走了一天的新兵们 抵挡不住身体的疲惫 很快就睡着了 而老兵们却辗转难眠 他们只希望这巡逻的最后一夜 能长一点 再长一点 还要经过两个点 两个点之后才要到达我们 最要到达的目的点 第二天巡逻队又经过了雪山和沼泽 终于到达了此次巡逻的目的地 4470高地 现在北京时间为11时30分 我巡逻分队已抵达 417中高地 净检查 无异常行动 我们所占领的地方是 中国 请中国放心 请三民放心 接着 即使万般不舍 三名老兵 还是完成了他们军力生涯中 最后一次巡逻任务 他们带出来的新兵们 将沿着他们的足迹 继续守护着边境的安全和稳定 正值五十 气温逐渐升高 冰雪融化 战士们也开始返回了 走 走 走 哎 田北长 怎么着 哎 咱们这边喝点水吧 歇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我也就那么想的 以后再也没机会来这儿了 以后再也喝不着了 可以可以 走走走 就在这里喝吧 注意安全啊 以后再也喝不着了 还这么干净啊 对于三位老兵来说 最后喝一次巡逻路上的水 是那么的不舍 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更大的不舍 在他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就发生了 就是这十二年了 听到别人放了十二年的音乐 终于这个现在放到五天了 这种感觉很复杂 我也表达不清楚 有种幸福感 没想到有这种方式了吗 昨天没有 突然一下就来了 当了这个十二年的兵 四三年听到这个 这个宋陀灵 都在很非常的这个伤感 特别的感慨 也说不出来的一种心酸 在自己的这个脑海中 一片空尾 都不知道想些什么 说些什么了 就挺慌的 太突然了 就太慌了 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而且心里有一点凉 也有一丝丝的凉 鼻子也有 虽然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没有想到 离别的一刻 竟然来得如此突然 根据上纸同志精神 我们单位 五位同志 到 董江华同志 到 田凯同志 到 三名同志 服务器一满 与明日上午 到团队集合 我送了16年的老兵 这次能到我了 基本上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非常地难受 老子的意思是想 千万别哭 千万别哭 想着想着就哭了 那时候就出来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得事 没得事 来着还要 再好好想 赶快回去 我们那个放厂府 给大家简单搞一个这个仪式 行吧 完蛋了 就训练的时候 还是开开心心的 感觉自己 估计还要在 不想待热时间 没想到 训练完了 回来马上就要走 心情有点难过 因为送了12年的兵 突然间送到自己了 到了自己身上 好多好多的布水和灵力 建设一桩一瓦 都有我们自己 亲身参与 在其中 完完全全就是 自己的一个家 离开这个家的时候 那个心情 输不输来的这个 坎特 非常的这个 难受伤感 这一刻 三名老兵 即将告别 陪伴自己十几年的身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兵役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 现役士兵 不议条例 相关规定 批准 董江华 到 天凯 到 吴伟 到 三名同志 退出现役 我从18岁 然后高中读完了 然后就 来西藏那里当兵 就是宣布我退出 那个 现役的时候 就像有一种 失落感 这个军人 你穿着这个军中 一穿就12年 很捨不得 本身我很累啊 完了以后 我听到说明天要上去了 就好像忘记了 就感觉不那么累了 就拿瘦了 带领同志们 重温入武士辞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我全是 我全是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穿上军装 保家为国 脱下军装 情怀依旧 世子中的每一个字 都将和军魂一起 深深切入老兵们骨髓 伴随他们的一生 谢谢军人 感谢观看 敬礼 拥抱 互道珍重 再敬礼 再拥抱 再互道珍重 一样分别两样情 这群坚实的汉子们 并没有多少言语 只是用这样的形式 表达着自己 对战友的不舍和祝愿 三名老兵 就要踏上回家的路了 一大早 郁迈的百姓 专程来到少殿 为老兵们送行 这已经成为他们延续多年的习惯 感谢 保重身体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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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玉脉很大 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壮美也秀丽 也有人说 玉脉很小 小到只有几十户人家 然而 不论大小 这里都是边防战士 愿意用生命守护的圣地 再见了 战友 再见了 玉脉 最后再进一次军礼 从此 老兵们将开启一段新的征程 而他们的爱 却永远留在了这血域边陲 最后再进一次军礼 开始走的时候是充满了期待 过程中有点累 有些坡比较滑 就是感觉一脚深一脚前路 第一次巡逻的时候还是好一点 比他们因为从小贼逛了这种山路吧 作为一个边防军人 能走上这条巡逻路 也是一种骄傲和自豪 能够巡逻家组织的大火火山 选一次军礼生涯的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